据人民日报海外网5月21日报道 19日英国天空新闻记者发布了一段 以色列警察推丧CNN记者的视频 同时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今天我路过这些警察时微笑着说你好 然而他们坐实拔枪并回答我滚 该记者还指出一周来他们都遭受着这样的对待 然而西方媒体却对此集体谨声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尼军图中 以军事十分注重国际运动向的 一段5月10日发布在社交网站上的视频显示 以色列一名警察正准备向人群投掷眩云弹 再注意到有记者在拍摄后立刻收手转世离开 视频发布者称 以色列警察刚向记者和医护人员投掷了一枚眩云弹 这名记者开始拍摄 刚好拍到这名士兵准备向人群再投一枚 5月21日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实现停火 同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对巴以冲突双方实现停火表示欢迎 希望有官方切实停火直报 此外中方将向巴方提供100万美元 紧急人道现会援助 并将根据巴方需要 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支持 积极参与袈裟重建 赵立坚还表示 我们还将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提供100万美元援助 并向其援助2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 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切实帮助